美国总统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 试图阻挡拜登当选震惊国际社会 而近几年跟美国陷入低潮的中国当局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大肆抹黑民主自由一级人权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官媒央视发表一篇评论 标题为报名打杂国会大厦美式民主演杂了 内容写到川普支持者表演的全五行 将美国政客吹嘘的美式民主 最后一块折搜布给扯了下来 评论表示距离新任美国总统 宣誓就职仅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但是在美国大选闹剧 似乎没有收场的意思 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评论认为现任总统川普不甘愿接受失败的现实 妄图做出最后一搏 但是在白宫面前向示威者群众发表讲话 声称他绝对不会承认败选 持续煽动支持者的情绪 杨树认为一项标榜民主人权的美国 却成为暴动冲突禁足的国度 这不仅是社会分化的民主闹剧 也折射了美国民粹的制度化倾向 以及极端的种族跟阶级对立 而中国另外一个官媒环球时报则刊登出香港抗争者 冲入立法会跟川普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的照片进行比较 并且写到这就是美国美丽的风景线吗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錫金也提到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曾经称赞香港示威者的暴力活动 是美丽的风景线 而如今也请他来说说川普支持者攻击国会 属于美丽到哪个级别的风景线呢 他最后表明谴责所有违法的暴力活动 同样谴责所有出自于政治目的而美化暴力活动的人士 而中文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表示 2011年香港示威者曾经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 但是没有一个示威者死亡 而今天在美国国会发生的事情 甚至没有在香港发生的事件暴力程度还高 却造成了四个人死亡 华春莹表示如今美国主的媒体重口一词的谴责 这是暴力事件 指出暴徒极端分子以及恶棍是耻辱的 但是当时他们形容香港暴力示威者 用的却是美丽风景线 而且将他们美化成民族英雄 他暗示美方人员重重标准值得各界自靠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六号 举行总统大选结果认证程序时 部分激进的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 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相关消息不止震惊国际社会在中国也登上微博勒搜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19年6月表明支持一项目的在保护香港潜力的法案 并且形容当时在香港发生的抗争事件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反修例抗争者随后在7月1号的示威之中冲入香港立法会大楼 而如今美国国会大厦陷入暴动 不少中国网友幸灾乐祸地重提美丽的风景线 有网友表示美剧更新了美丽的风景线回到祖国了 美式民主已经没戏唱了 台湾人终于把太阳花运动推向国际 很有人以美国支持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时候的说法 反修表示坚决捍卫美国人民的自由跟法治 呼吁美国政府跟美国援警对示威者人民保持克制 一名博主卓国写道时可以推销民主为己任的美国 在数万名美国歧义者的围攻之下国会大门被攻破 他们行动并不是要永久占据国会大厦 而是要向世界霸主美国的权力机构示威 而在本次冲突之中 据传有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记者遭到示威者袭击 根据中国央视报导 美东时间6号下午 包括CGTN在内多家媒体在国会大厦常用连线点 遭到示威者袭击现场一片狼藉 目前所有媒体记者均安全无恙 他们呼吁美方采取必要举措 保障媒体记者的安全 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发声明表示 当前美国疫情情势严峻 华盛顿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 当地政府紧急宣布骚警 大使馆提醒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疫情跟安全情势 提高警觉注意安全规范 慎重考虑前往公众场合 如果遇到危险或是突发情况 请及时报警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前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受费案件 今天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且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胡怀邦当庭表示服从不会上诉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法院资料 胡怀邦在2009年到2019年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能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相关企业跟个人再获取银行贷款 企业经营职务竞生等事项上面提供帮助 直接或是通过其特定关系人 非法收受财务共8552万多人民币 陈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胡怀邦的行为构成受贿案件 有鉴于胡怀邦道案之后 可以如实公诉自己的罪行 而受贿的脏况脏物也已经全部收缴 只有法定着定重庆处罚情节 因此作出上述判决 苹果日报指出 胡怀邦是中国金融领域的劳首 历经学者官员国有银行一把手 三个重要角色的转换 曾经在央行、原中国影监会、中投公司、交行、国开行等重要单位任职 前年7月胡怀邦被调查 四个月之后 并被开除党籍 去年3月4号 胡怀邦遭到当局起诉 外界一直传出胡怀邦落马与乱贷款 内部风险约束失销有关 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胡怀邦当天被带走调查的同时 他的梯子薛盈娟跟儿子胡肖东也同样被带走调查 而去年5月内地更传出薛盈娟已经跳楼身亡 而中纪委去年1月在开除胡怀邦党籍的公告里面表示 胡怀邦夹缝不振、家交不言 纵容家属大肆收取财物 中国河北省7号通报新增120例确诊病例 重灾区石家庄实行出入管制 令人想起去年武汉封城的情形 引起当地民众恐慌 增伤到超市囤积粮食跟日用品 而在此同时 石家庄市、狗城区、副区长、冯志昌等三个人 因为防控疫情不利而被问责 综合谜题报道 河北二号爆发新冠肺炎本土疫情之后 五号晚间河北陷入进入暂时状态 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小卫 赴河北指挥疫情防控工作 并且表示针对疫情爆发了石家庄市、新台市 要立生在三到四天之内完成全民核酸检测 公开资料显示 石沙庄市目前常住人口大概有1103万人 新台也有739万人 两室成员检测将会超过1800万人 同时报道指出 石家庄的珍春镇小果庄成为目前中国唯一高风险地区 而石家庄6号实行小区已封闭禁止出入 所有社区居民被要求居家隔离三天 并且在三天之内接受核酸检测 截至6号下午5点左右累计采样200万人份 送检59万3757人 发现阳性样本起立 而此外石家庄客运总站6号发布通知 证实停运河北境内多条高速公路也禁止上道 不过今天中午中国媒体再度报导 石家庄火车站已经前面暂停售票 对比前一天石家庄市的火车站跟机场 依旧可以持有72个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乘车以及搭机 由进驻火车站以及机场的检疫人员 对旅客一一查验 短短一天之内管理制度再次收紧 根据中国官方的议实 在石家庄全员检测完成之前 所有人不准离开 这一时的中国民众联想到去年疫情初期 武汉全市封城的情况 而在石家庄封城之前 当地超市也出现大量抢购人潮 尽管石家庄市的官方对外喊话 所有生活BGP市场供应充足 依旧抵挡不住民众的恐慌 室内超市在5号晚间迎来抢购潮 抢购动作之大比过年还激烈 同时根据联合早报 石家庄市纪委宣布有三名官员被问责 分别是高城区政府副区长 区应急指挥部副指挥长冯志强 遭到党内警告处分 而另外高城区曾春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叶小南以及刘家左村 党支部书记孙国辉都遭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国风沙澳洲煤炭反而导致中国许多地方实行限电举措 而入境新一波的霸王级寒流来袭 许多中国网友纷纷哀嚎自己快要冻死了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坚持各国不利担心中国电力问题 在此同时已经在2017年3月停机备用的北京唯一的蓝煤电厂 华能北京电热厂被迫紧急启动 等于是在达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减碳政策 综合媒体报导依据中国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统计 截至去年12月29号晚间北京电网用电负荷量高达2288万千瓦 创下冬季历史新高 而元旦期间北京电网用电负荷依旧保持高位运行 最大负荷预计达到2150万千瓦 达去年同期增加66% 不过中国自从去年限制澳洲煤炭进口 就经常传出缺电问题 北京六号遭逢寒流来袭 海定地区气温下降至零下17度C 多名中国网友反映北京六号一早就停电 而同样零下17度C的中国山东师范大学 六号晚间已是全校停电 有学生们纷纷在网路上面抱怨 暖气不乐 饭都凉了 大晚上还停电 我是山顶洞人士吧 而广东东湾部分城镇还出现现水问题 居民连饭都煮不了 城市就连冲澡上厕所都成了问题 当地媒体表示因为省电当局实行降压洪水 才造成日水 而多个省市也会在未来多天迎来停电 由于中国已在出现停电情况 在六号外交部记者会上面 有媒体问到相关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花春莹表示 中国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是经济增长带来用电增长 自从11月份以来工业成长增速创下年内新高 而第二是今年气温低于长年同期 电暖需求大幅提升导致用电增加 华春莹表示中国总体电力供应能力是有保障的 而且相关部门也多次提到及时的把电力供需请示 以及采取的举措向公众公布 他强调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外国人不必为中国电力供需感到犹新 在此同时综合自由财经更新浪网 北京最后一座大型蓝煤电厂 华能北京热电厂一起蓝煤机组 在2017年3月宣布停机备用 不过在青年12月底 华能北京热电厂宣布 四台蓝煤机组全部完成应急启动 北京乐力集团本月6号也宣布 启动17台尖峰锅炉 为城市热网补充乐园 报导认为这不仅是打脸习近平的减碳政策 更是让已经价格标准的煤炭价格 持续处在一涨难停的态势 制裁澳洲煤炭的苦果 似乎正在中国上演